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名为《从为什么开始》的说 副标题是《黄金圈法则》,乔布斯使Apple风靡全球 这本书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一些领导者会如此成功 为什么他们拥有别人所不具备的影响力 说到世界上最成功的科技公司 很多人都会想到,苹果每推出一款新的苹果手机 都会有无数的粉丝抢破头,永远都是功不应求 有的甚至要好几个月才能买到 2018年8月,苹果成为全球第一家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科技公司 很多人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让一家公司能够在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拥有如此多的忠实用户 书中的作者为我们揭示了原因 因为乔布斯知道如何利用黄金圈法则 从里到外激发用户的热情 西蒙斯·涅克作为领导哲学的开创者 被誉为领导哲学的第一人 他担任过很多大公司的顾问,包括微软 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战略交流项目 他的演讲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如何激励人们去行动 这一点被认为是TEND最受欢迎的领导演讲之一 斯涅克也曾多次应邀为美国国防部 好莱坞和联合国中高层领导人讲授他的黄金圈理论 此书一经出版,便受到哈佛法学院谈判项目创始人威廉尤里 和美国西南航空前任霍华德·帕特南的大力推荐 在这本书中,斯密克用成功的商业案例告诉了我们 用黄金圈法则来启发别人 启发别人,这样你就可以获得别人无法复制的影响力 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为您解读此书 第一点,黄金圈法则是什么 第二点,黄金圈法则的优点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 第三,如何利用黄金圈法则来赢得别人的追随 好了,我们先说第一点 黄金圈法则是什么 这是作者的思维方式 这个金色的圆圈是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的 由外耳内,分别是做什么,做什么,为什么做什么 比如生产什么产品,提供什么服务,怎么做 比如,在推出新产品之前 一定要研究一下产品的定位 看看你的产品和竞争对手相比,有哪些优势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目的和动机 大多数人都是由外向内思考 想象一下,当我们向别人推销产品时 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自己是干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告诉别人,我们的产品有什么优势 为什么值得我们去买 至于为什么要卖这玩意儿,却是少之又少 但是真正有影响力的销售员,却是从内而外的 也就是说,他们会先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后再告诉你怎么做 这种由内而外的思维方式被称为黄金圈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看看市场上的计算机广告通常都是这样 我们生产的电脑特别棒,外观特别漂亮,性能特别好 操作简单而且非常人性化 你要买吗? 啊,这是典型的广告宣传,由内而外 先跟顾客说说我们公司是干什么的吧 然后再谈谈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好的 但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公司却不会这么做 他们会用黄金圈来宣传自己的产品 从何说起? 让我们先看看苹果的广告吧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挑战现状 我们喜欢标新立异 挑战现状的方法是采用漂亮的外观设计 最佳性能,使产品易于操作和人性化 我们生产的计算机很棒,要不要买一台? 这一次的广告只是换了一个顺序 但是却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前一条广告吸引顾客的 是你所做的事情,即产品的性能 在后面的广告中 吸引顾客的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就是你们公司的理念 当然,这并不是说产品的性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想要获得用户的忠诚度 光靠产品的性能是不够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能模仿苹果 做出漂亮 好用的产品 但却无法像苹果一样 拥有强大的市场影响力 再举个例子 以前人们只能够在家里听音乐 想要听更多的歌 就必须要买很多的录音带和录像带 后来,MP3格式出现了 很多公司都推出了便携式MP3播放器 但苹果的iPad却是风靡全球 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 大部分的科技公司 都在宣传自己的产品容量很大 比如我们的MP3播放器容量为5克 但苹果的宣传语是把一千首歌塞进口袋 我们都知道 苹果创立之初 其理念就是要改变世界 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而iPad的宣传语也很符合苹果的整体理念 我们并没有宣传播放器 而是告诉您 我们推出这个播放器是为了改变您听歌的方式 好吧 那就是第一点 金环法则是由内而外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 我们要说的是第二点 黄金圈法则的优势是什么 黄金圈法则最大的优势 就是建立起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 归属感能够帮助企业培养用户忠诚度 并帮助企业建立起员工的信任 首先来说说 如何培养用户的忠诚度 有些商家喜欢通过外部刺激来操纵顾客 比如 他们会宣传自己的产品物美价廉 然后通过各种促销手段 来激发顾客的购买欲望 从而增加销量 这种营销策略短期内 可能会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 从长远来看 效果并不是很好 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 通用汽车通过给客户返线来增加销售 但后来他们发现 这种促销方式 让通用汽车损失惨重 不得不降低促销力度 导致销量大减 这种外部操纵的销售方式 最大的问题在于 它只能促成交易 却不能培养顾客的忠诚度 如果顾客是因为你的东西便宜才买的 那么当有比你便宜的产品出现时 他就会去买别人的东西 而消费者如果认同一个企业的理念和价值观 就会心甘情愿地将产品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 这些顾客对价格并不是很敏感 就像苹果的用户 就算iPhone涨价了 他们也会排队购买 除了培养用户的忠诚度外 黄金圈法则也能帮助领导者建立信任 信任是企业发展的基础 在一个公司里 如果员工对领导不信任 那么谁也不会冒险去推动公司的发展 有些时候 他们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公司 只有员工信任领导 员工才会发自内心地想要把公司做得更好 发挥到极致 才能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利益 信任一个人的前提 是与他的价值观和理念相一致 当一名员工融入到一家 与其价值观相同的企业中时 他会产生一种归属感 觉得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 无论何时何地 都能得到同伴的保护 这是一种信任 然后 如果领导者 能够将这种价值观和理念付诸实践 那么这种信任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这就是黄金圈的法则 一个懂得运用黄金圈法则的领导者 会把自己的理念清晰地传达给追随者 并付诸实践 例如 美国大陆航空曾经面临着 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困境 八年来 他两次申请破产保护 当戈登被修恩上任的时候 他的公司已经亏损了六亿美金 在业内排名垫底 然而 被修恩上任不到一年 大陆航空就奇迹般地扭亏为盈 他用黄金圈法则来赢得员工的信任 首先 他向员工们传达了一个理念 那就是高层做出的决定 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而且每次做决定 都会跟员工们说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利益 比如 他不会告诉员工 保持机舱的清洁 是为了让顾客满意 而是告诉他们 等他们到了目的地他就会离开 但是我们的空城人员经常要马上起飞 环境越好 员工就越舒服 那些认同这个理念的员工就会追随他 努力工作 让公司变得更好 此外 被修恩也知道要建立一支优秀的队伍光靠鼓舞人心的演说是远远不够的 他还需要努力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 为此 恩先开了39位与公司里面不合的高管 无论这些人曾经为公司创造过多少价值 只要他们不认同服务员工的心理念 他们就不可能留下来 此外 他经常和机场的行李工人一起扛行李 以此来告诉员工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每个人都要工作 同时 为了提高飞机的起飞准点率 被修恩宣布 任何一个月进入行业前五名的员工 都会得到65美元的奖励 他把奖金变成了大家齐心协力的事情 让员工们觉得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正是凭借着黄金圈法则 被修恩才能获得公司上下的信任 带领大陆航空走出困境 那么 黄金圈法则为什么会起作用呢 这与人类大脑结构有很大关系 人类的大脑分为三大皮质 最外层为新皮质 负责理性分析和语言处理 对应黄金圈内的事情 中间两层的边缘脑 它们对应的是如何做 以及为什么边缘大脑 主要负责人类的情感行为和决策 它不会说话 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做什么上时 新的大脑皮质会被激活 它能处理大量复杂的信息 比如分析数据的特性 总结优点和缺点 但却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 这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一款产品不能打动你 那么就算它的性能再好 你也不可能下定决心把它买回家 相反的 如果我们由那而外地思考 那就等于直接与决策边缘的大脑对话 而这个决定也会激发我们的行动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因为负责决策的边缘大脑还控制着我们的情绪 因此我们的决策往往受到情感的驱动 比方说 人们喜欢苹果产品 不仅仅是因为苹果产品的性能和外观设计 更重要的是 他们喜欢苹果 喜欢苹果 喜欢苹果 边缘大脑对应着黄金圈 为何 因此 一家公司能够通过其理念直接激活消费者的边缘大脑 人们就会愿意购买该公司的产品 接下来 就是黄金圈法则的优势和原理了 下面 我们来谈谈第三点 如何用黄金圈来赢得别人的支持 黄金圈法则的作用 一共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 理念要清晰 第二 要做的事情要明确 第三 行为和理念要一致 首先来说说第一部分 理念要清晰明亮 我们都知道 这是黄金圈定律的核心部分 啊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你都要先想清楚是怎么回事 只有你的理念清晰了 才能吸引到和你一样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想法通常来自于过去的经验 因此 寻找原因其实是一种自我探索的过程 首先 你要了解自己 比如你的成长经历 究竟是什么让你热血沸腾 什么是你一直追求的理念 作者以自己为例 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历程 发现不管是在学校里 还是在公司里 不管是和谁相处 他都是乐观的 喜欢激励别人 告诉别人 只要他愿意 他就一定会成功 这种激情鼓舞了别人 为什么一个公司的理念 来自于领导者的个人理念 比如苹果的理念 就是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而这一切都是从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那里学来的 在某种程度上 苹果只是一种实现两者理想的方式 当然 这只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还不够 更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让周围的人明白你的意思 举个例子 当你销售产品时 除了要告诉顾客 你产品的优势之外 还要告诉他们 你为什么要卖这个产品 否则就会失败 比如美国的数字录像机公司Tivo 曾经推出过一款高品质的数码录像机 用这种录像机观看节目的时候 观众可以随时暂停播放广告 甚至可以根据观众的喜好来录制节目 但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 这款产品的销量并不好 主要是因为宣传的原因 宣传的重点是 这个产品的功能 而不是告诉消费者这个产品 为什么会存在 实际上 Tivo推出这个录像机 就是为了让消费者 可以随心所欲地看电视 但他们并不能将这个理念 传达给消费者 也不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下一步就是运用黄金法则的第二步 如何实现理念 要使理念变为现实 光靠感召力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明确的实践方法 具体到一家公司或者一个组织 需要有人搭建一个基本的架构 让它变成现实 作者称这些人为实干家 一家成功的企业 是梦想家与实干家的结合体 比如沃尔特 迪士尼兄弟 迪士尼就是那种类型的人 而他的哥哥罗伊迪士尼 就是其中之一 迪士尼公司之所以成功 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默契 沃尔特负责理念的制定 罗伊帮助弟弟执行自己的理念 通过成立公司 发行迪士尼电影罗伊 让迪士尼的角色 家喻户晓 哎 像乔布斯 沃尔尼亚克这样的苹果创始人 还有很多 乔布斯代表着叛逆精神 他的合作伙伴沃尔尼亚克 曾是苹果公司的工程师 乔布斯有远见 而沃尔尼亚克也有产品 如果不能将乔布斯的理念 转化为实际产品 苹果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功 当然 再优秀的领导者 也不可能只靠自己的努力 来实现公司的价值 他们也需要一个大喇叭 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 了解他们的理念 形成规模效应 扩大影响力 和演讲一样 演讲者经常使用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的音量 必须要足够大 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听到 但是音量大是不够的 想要让自己的声音深入人心 就必须要找到一个 和自己有共同价值观的人 这是一个团队的力量 罗恩·布鲁德 美国企业家及慈善家 曾在多个行业取得成功 而他的成功秘诀 就在于黄金圈法则 布鲁德总是能将自己的理念 分享给身边的人 激励他们去实现 举个例子 布鲁德的理念是 无论何时何地 总会有一条不同的道路 因此 他建立了职业教育基金会 来帮助落后地区的年轻人 这个基金会 名为布鲁德的喇叭基金会 他在世界各地 设立各种教育项目 教导年轻人学习各种技能 这样布鲁德就实现了他的理想 虽然总部设在美国 但职业教育基金会 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都是独立运作的 所以布鲁德也成功地 吸引到了当地居民 这些本地人 是分支机构的负责人 并向更多人 传播公司的理念 这一做法 鼓舞了基金会里的每个人 让他们不再为老板打工 而是帮助兄弟姐妹 儿子和女儿改变命运 所以啊 充满了激情 所以布鲁德才会成功 最后来说说第三步 黄金圈法则的运用 就是行为和理念要一致 无论一位领导人的理念 多么令人鼓舞 这些理念 要付诸实践 都必须付诸实践 一家公司销售产品 提供服务 市场营销和广告 以及所有与外界联系的 所有事情 都传达了公司的理念 一个企业 如果不能做到一言九鼎 那么就无法得到大众的认可 想要做到一言九鼎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诚心 诚心并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但是 如果你想要长久 持久的成功 真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家企业失去了真诚 那么它就会使用操纵手段 通过价格战 促销 恐惧心理等营销手段 来获得短期的利润 其次 用你的理念 过滤每一个决定 把为什么当成过滤器 大众曾经犯过错误 2004年 大众推出了一款价值 7万美元的豪华轿车 全新的八缸 引擎335马力 拥有业界最先进的功能 甚至还有电动止压按摩座椅 这是一款非常先进的车 开起来既霸器又舒适 但销量并不好 大众之所以会惨败 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问过自己 这辆车是否符合 他们的初衷 大众汽车的理念 就是给大众提供力量 所以 大众一直都在生产 大众的汽车 所以 这辆豪华新车 虽然各方面都不错 但却与大众一贯的理念 背道而驰 遭遇了滑铁炉 黄金圈法则的三个环节 都讲完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要想使金环法则 发挥作用 就必须在每一个环节中 保持平衡 并且顺序正确 注意为什么是一切的基础 你必须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还不够 为什么只是一种信念 你要怎么做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只有做到这三者之间的平衡 才能让一个领导者 拥有超凡的领导能力 以西南航空为例 它是一家美国廉价航空公司 但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 利润最高的航空公司 它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它的领袖们 懂得运用黄金圈的法则 西南航空的宗旨 是服务普通人并制定相应的口号 现在你可以自由地在国内旅行了 最后 西南航空公司制定了一系列战略 以实现这一理念 这些策略包括便宜 有趣 简单 从票价上看 西南航空几乎与巴士不相上下 同时 西南航空招来的空乘人员 也是风趣幽默的 网上有很多关于西南航空机长的笑话 此外 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西南航空还推出了一套简单的订票系统 即日兼假 夜兼假 周末假 乘客呀 不用担心订票时间的问题 票价不一样 省了不少时间 好了 讲到这里 讲到为什么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已经讲完了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第一 简单来说 黄金圈法则 就是在做事情之前 先问清楚原因 第二点 黄金圈法则最大的优势 就是通过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 让顾客产生归属感 帮助商家培养顾客忠诚度 同时也能帮助领导建立起员工的信任 黄金圈法则之所以能够起到作用 和大脑的结构有关 黄金圈的三层法则 对应着大脑的三层皮质 代表着为什么 代表着大脑边缘的大脑 负责做出正确的决定 当我们由内而外地思考时 实际上我们与大脑的决策者 直接交流 第三 黄金圈法则的运用 主要包括三个环节 第一 理念要清晰明亮 其次是如何实现理念 最后 在行为与理念上要保持一致 除此之外 黄金圈法则要发挥作用 就必须要平衡 顺序也要正确